我今天主要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基于EPPF做多极群流量调度的思考和实践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张晓辉 是在FlowMesh担任高级原生工程师 FlowMesh是一家基于流量 做流量管理产品的一家企业 我本身是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 平时也会参与一些社区的工作 社区开源 比如说我会参与Links Foundation APEC的开源步道师的团队 今年也有幸加入CNCF的大使 我同时也是微软的MVP 我平时也会做一些技术分享 我自己有一个公众号 就叫原言生之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我会在上面分享一些在技术上的一些思考 还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分享 过去几年我一直在技术架构研发的工作 主要就涉及了像Cubernetes 微服务 DiOps容器这些方向 所以说今天我会基于 首先是Cubernetes多基群这方面的流量调度 今天主要会分享一下下面的一些内容 首先会快速的过一下EBPF它的一些介绍 还有它的一些应用场景 那后面会主要集中在我们这个原言生的流量调度 那原言生的网络啊 流量调度这方面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EBPF它怎么能去 在多基群上面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首先EBPF的一个简介 EBPF它的一个前身就是一个BPF 那这边就可能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下 太多的这个故事被讲 我们可能就不会做太多的一个介绍 那首先EBPF它 BPF就是EBPF它的一个前身 就是Brockley的一个package filter 从名字我们就看它就是一个包的过滤器 它最早呢就在92年的时候是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呢就是说 它介绍了在Linux内核里面 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包的这样的一个过滤 大家可能这个 基于这个BPF的一个工具 TCPDAM大家都可能都有用过 其实这个论文的地址 其实它也是在TCPDAM的这个网站上面的 那就比如右边这个图 那使用我们这个BPF呢 使用BPF它可以去做一些包的过滤 我们可以写一些规则 把我们的这个网络内核里面的一些包进行过滤 BPF呢 它其实它最开始就是考虑的 为什么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就是说当我们去做想在内核 添加一些功能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可能会需要去在Linux社区 邮件列表里面去提一个proposal 可能你还要对你的proposal去进行一个 进行一番解释 跟大家去做交流 整个周期可能会比较长 可能过了一两年之后 可能你的代码它可能会合并到这个内核里面去 整个周期是非常长的 所以说BPF呢 它就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过滤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我们把BPF的一个程序 把它加载到内核里面 可以做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加载 后来呢 就是说因为BPF它的一些这个灵活性 后来就有一个EPF这样的一个工具 EPF它其实就是一个extended BPF 它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它是一个动态编程 就是说可以在动态的在我们的这个内核里面 加载我们想要的执行的一些程序 我觉得这个EPF呢 我怎么去最总结 总结一下就是说 它帮我们去实现了一个内核的可编程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向内核里面去提交代码 去合并到我们的这个社区的这个产品里面 那反而就是说我们通过EPF 可以快速地去做一个内核的一个编程 内核编程它有哪些特点呢 就是说它能保证一个稳定性 它会经过使用它的一些 WareFile这样的一个检查器 去检查我们的这个BPF的程序 加载到这个 它这个 加载到这个内核 内核讯件里面的这个程序 它是不是一个无限循环 或者是它的一些代码的可达性 通过这些它检查器 它去保证它的一个稳定性 再另外就是说 它可以做一个高效的一个处理 就是我们写的这些BPF的程序 就通过我们的这个工具 首先编译成这种自解码 然后加载到内核 经过检查器之后呢 它就会做一个 一个本地化的一个编译 编译成这个本地的这种机器码 它可以做一个高效的一个执行 然后在一个安全 除了这个检查器以外呢 就是说它对外暴露的一些功能 就是说我们在程序里面 没办法去使用 使用这些内核的这些 直接去使用那些内核的一些功能 反而是它使用 EBPF它提供了一些 它自己的类似一些API 我们通过这些API去进行编程 在它这个EPF领台 就叫这个helper的function 然后呢 再就是它可以去做一个热加载 那这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不需要去编译内核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实时的一个动态加载 这就是EBPF它的一个 加载器和验证器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就是我们使用C去开发 这样一个BPF的程序 然后我们首先做一个编译 编译成这个字节码 然后再通过工具 通过一些各种 比如说像Go里面的一些 Go啊 Python上面的一些工具 把它加到那核里面 加到那核里面呢 它首先去做一个 做一个静态的一个检查 它会检查你的代码里面 有没有无线循环 有没有一些无法达到的 无法触达的一些函数 那检查完了之后呢 它就会去做一个GIT的 这样的一个编译 编译呢 它就会编译成这个字节码 那同时 那这些程序呢 加载到这个内核里面呢 它可以是 还有另外一个概念 叫EBPF的Maps 相当于一个存储 它可以通过这个存储 跟我们在用户空间里面的 这些程序 去进行一个数据上的一些交互 再就是EBPF 它是一个事件驱动 就是说它把很多的一些 很多的一些内核的 比如说那一些内核的一些调用啊 内核的一些事件等等 它都会把它抽象成一个这样的一个event 然后当我们去关注某些event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去出发一些我们的一些程序 就是一个event action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它的一个事件呢 就比如说包含了像这kprop 就像我们内核里面的一些方法 一些方法的一些进出 krateprop呢 其实就是kernel的retain的这个prop 就是方法结束的 我们方法推出的这样的一个 它的一个出口事件 那除了这内核里面呢 我们还有像用户空间的 我们可以去处理用户空间的一些函数的 一些进出的一些事件 我们还有这个sdp 就是一个快速数据路径 当我们的网络 它主要是我们去做一些 网络数据包上的一些 一些这个叫action 然后呢它有一些traceport 它会关注我们的是 这个系统里面一些特定的事件 还有这个puff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这个cpu的 使用时间上的一些监控 那右边这个图呢 我就不去做过多的介绍了 今天主要介绍我们的一些流量相关的 那epf它的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可以去监控我们的系统里面的 这么多的操作 监控我们的网络的一些数据包 那我们可以继续这些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这个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网络上 我们去做一些工作 我们去监控我们这些网络的一些数据包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 DDoS的一些阻止 DDoS这样的一些防护 那我们可以去修改数据包的 这个网络包的packet它的一些header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NAT 做一些DNAT或者SNAT 然后再基于我们的一些策略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访问控制 去实现一些比如说类似于 类似于一些白名单 黑名单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然后呢 我们可以监控到这么多的一些 比如说网络包啊 还有一些系统的一些调用 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观测 那就是可观测性方面的 我们可以观测很多的一些数据 我们可以去观测到我们的一个 CPU的一个路径 那我们通过一些采集到的这些数据 比如说通过一些数据 可以生成一个火焰图 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系统 它在它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情况 然后再就是一个安全 那我们可以去做这么多的一些 数据包的一个监控拦截 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审计上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可以审计 监控我们的一些 哪些网络的一些 网络的一些访问 还有系统内核的这些 方式的一些调用 那我们同样的 我们还可以去禁用一些 这个系统内核的一些方式的使用 这是一个场景的介绍 那我们今天呢 就主要会关注在网络这一块 云原生的一个网络流量 那再说这个云原生网络流量之前呢 首先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包 在我们的另一核里面 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路径 最底下呢 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网卡 就是我们的一个网络设备 当我们的一个网络的一个数据包 进入到网络设备之后呢 首先它的一个数据 可能会写到我们的一个 网络设备 就是这个NIC的 它的一个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堆列里面 拿到堆列里面 它可能就在会去触发一个 类似于CPU的一个中断 然后由它的这个NIC的一些 Driver 把这个数据 写入到它的一个Buffer里面 然后呢 同时它会去申请一个内存 把申请一个内存 这个内存里面 会保存这样的一个SK SKBuffer 我们可以叫它SKB 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它会在这个内存里面创建出这样的一个SKB出来 然后再把数据 这个数据再交由我们的这个内核网络协议站 就是我们的那个NIC Driver的上一层 那在NIC这个上一层的这个网络协议站呢 它会去做一些 比如说做一些IP包的一些处理 做一些检查 做一些路由 还有我们TCCP的这个头的一些检查 首先它会去做一个 就是类似于一个解包的一个过程 它在NIC 可是为了它去解了一个 把我们的这个包 那我们这个网络包 其实就类似于一个俄罗斯套娃一样 最里面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些应用层的协议 那在外面再包了一层这个TCP的这种协议 再往外呢 就是我们的IP包 然后再是以太包 那我们这个数据从网络传过进去 它是从外层一层的网上去解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在这个网络协议站呢 它会从我们的这个IP包 解到这个TCP包 再从TCP包 解到我们的这个上层的这个应用层的这个网络协议 然后呢 都经过我们的这个网络协议站的处理之后呢 那这个SK的这个Buffer呢 就是说我解除我们的这个TCP包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端口找到我们的应用 它坚定在哪一个 它使用的是哪一个这个网络套接字 就是Socket 然后这个SKBuffer呢 就会写到这个Socket的这个对列里面 然后再有我们的应用层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还会做一个数据的一个复制 就是说把我们的一个网络的数据 从内核 从这个内核空间复制到我们的这个用户空间 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那这里呢 还只是我们的一个网络接口的一个处理 然后呢 在我们的云原生的这个容器网络里面 在容器网络里面呢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网卡 比如说它有一些 有我们这些的虚拟的网络接口 比如说这里呢 我这个图上是展示了 在我们一个节点上 我们有两个Pod 这两个Pod 它怎么去进行了一个网络的一个传输 那最右边呢 是我们的这个客户端 客的这样的一个Pod 左边是我们的一个服务端 是HTB HTBin的这样一个Pod 它那肯定是由客去访问HTBin 那在我们的这个Pod里面呢 每一个Pod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容器的 容器的这个命名空间 首先我客发出这些请求之后 去进入到它自己的容器的这个NIC里面 就我们前面那个图里面的那个NIC的那里 然后进入到再通过这个虚拟的这个链路 虚拟的链路它进入到我们的 就是在我们主机的这个内核网络空间 网络这个命名空间 去这个VETH这里 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些Pod 都通过一个叫像我们的一个网桥 CNI0 比如说这个CNI0它就是一个网桥 它会连接到我们的所有的Pod 它在上的这个VETH的这个网络接口上面 那它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 通过这样的一个进行我们的一个网络的传输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它其实经过了两三个的这样的一个网络接口 这还只是我们在同节点上去做网络的一个传输 那假如说我们一个跨节点 我们可能还会去到我们的下面的我们主机的这个网络接口 通过我们的这个物理的网络去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传输 那这是这个容器网络的它的一个情况 这里就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同一个Pod里面 就比如说我们在用服网格的时候 我们会在服网格里面去注入一个sidecar 注入一个sidecar容器 那我们的sidecar跟我们的业务容器之间 它怎么去进行网络的一个传输 那我们肯定是 一般我们都会使用这个rbitables 把我们的流量 劫持到我们的sidecar这边 那它这个流量就是我们从 从我们的应用这边容器出来了之后 它会经过就是我们的一个 比如说HTP的协议 它经过我们的网络协议站之后 它进行重重的一个风包 就风包之后再通过到了我们的内核的网络接口 就是我们容器的这个网络接口 比如说Lubeck回环接口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这个网络协议站 再解包 然后再去到我们的sidecar里面 那它就没有出这个容器了 就完全经过在这个容器的 然后经过这个网络协议站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这个是同pod 一个pod里面两个容器去进行交互 然后这个是一个节点上两个pod 同一个节点上的两个pod 它同样也会出了 我们的应用 发了我们的一个网络包之后 它要经过socket 然后经过网络协议站的风包 然后去到网络接口 去到网络接口之后 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节点上的 CNi0的那个网桥 然后再进入到我们 再通过我们的这个路由 本地的这个路由进行寻指 找到我们同节点上的这个pod 之后再通过这个网络协议站的解包 然后层层的解包之后 就解除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七层的这个HTP的包 然后写到我们这个应用的 它的一个socket的堆裂里面 那就是完成这样的一个交互的过程 整个流程会比较复杂一些 然后跨节点就比上面会多一点 就是我们会多一个物理网络的一个传输 那么就是一个跨节点的这样的一个传输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会经过socket 然后经过网络的这个内核协议站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一个网络接口 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传输的一个流程 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几个图大家都会发现 其实我们的数据都是从一个socket 写到另一个socket 那我们所有的过程 整个所有过程 不管是你在同一个pod里面 还是在同一个节点 或者是跨节点 我们整个一个过程 其实都是一个socket的 它的一个寻止的一个过程 我要给哪一个应用发网络 发送数据 其实我要找到它的socket 把我这边的数据写到它那边的socket里面 其实就是一个socket的一个寻止过程 可能就是说你中间的过程 经过了内核的处理 经过了网络协议站 或者甚至是经过了这些物理的网络 或者是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内部网络 或者是一个外部网络 整个不管是经过什么样的流程 其实最终我们要找到 对服务端的它的socket 把这个数据写过去 那整个流程既然这么复杂 我们能不能通过什么手段 可以快速地去缩短这个路径 跳过中间的整个的这样的一套 寻止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socket的就是说 这里会介绍一下socket 就是我们socket的一个客户端 去访问服务端的时候 它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首先是我们服务端 它会去建一个这样网络套介字 然后发起一个绑定的一个动作 绑定到某一个TCP的端口上面 然后它再去accept这个数据 它等到网络的数据传输 同样的客户端呢 它也会去创建一个socket的套介字 然后连接到某一个地址 然后创建连接之后呢 然后就是发送数据 发送完了 然后再去做一个断开链接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呢 跟前面一个图是比较类似 只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既然EPF它可以监控 可以做这么多的一个动作 可以做这么多的event action 这样的一个触发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在哪个地方去用 就比如说它可以在我们的NIC的这个物理网卡里面去用 也可以在这个NIC的它的一个driver这些层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网络 网络协议站 内核网络协议站的这个层 网络协议站我们会有进出 就是一个traffic control的一个ingress和egress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这个触发点 然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些socket的 我们可以监控socket的上一幅图的那些 比如说accept band或者是send message 这样的一些操作 我们都可以使用EPF去监控 那我们使用EPF去监控之后呢 使用EPF去我们监控到这些点 我们去hook到这些点上之后呢 执行操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hook 执行我们这些EPF的程序 那除了这些内核呢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用户空间 我们的用户程序这边 也可以去做一些这个事件的一些监控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EPF程序 缩短我们这个数据的传输的一个流程 我们就可以bypass掉这个内核的 一些网络协议站的一些处理 那就变成了就是说 当我却做了一次寻止之后 我可以记录到同节点的这个应用 它的这个socket 它的一个地址 那我的数据 我做数据传输的时候呢 我直接从一个socket 写到另一个socket里面 那我们整个的流程 就会被缩短了吗 那这样可以去做 有一些这个效率上的一些提升 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 使用EPF去实现一个 这样的一个网络的一个加速 然后在应用层面呢 在应用层面呢 就是说很多的一些产品 就比如说像服务网格的产品 我们可能会比较早期 我们使用iptables进行一个流量的拦截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边 我们有一个服务网格的产品 叫Flow Mesh Service Mesh 就是FSM 我们可以使用EPF 进行一个流量的一个拦截 那这个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pod 它的一个创建的一个流程 那么创建一个pod之后 Cubulate呢 它会在我们的一个节点上面 去调用这些CRI 然后去 然后调用CNI 去创建我们的这个网络的 网络的这些容器的一个 网络命名空间 然后呢 在创建的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我们创建了一个网络命名空间之后 我们会发一个请求 到一个interceptor这样的一个 interceptor这样的一个组件 发一个请求 然后这个interceptor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demon set 这样的一个类型 然后它会在我们的节点上面 去加载 去load这些EPF的程序 把这些程序加载到 我们的pod 它的一个网络命名空间里面 然后呢 它这些程序 这些EPF的程序 它会监控我们的各种的网络事件 还有我们的一些内核的一些 内核的一些方法调用 然后去实现我们的网络协战的这样的一个bypass的一个功能 那么实现了这个功能之后 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就不需要 就不需要用到这个iptables去做流量拦截了 完全通过EPF去进行拦截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应该有一幅图 我可能当时忘记加了 就是它怎么一个拦截的一个流程 另外一个应用呢 就是像Celium Celium它我们知道它有Celium 就是它又实现了一些CNI 然后也可以是增强了我们这些Kubernetes的一些网络策略 比如说我们可以控制一些流量 从一个pod到另一个pod它的一个流量 它是否能 就是一个黑白名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我的一个pod能否访问另外一个pod 那我们这个做网络控制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四层的网络控制 比如说我们可以控制它是否能访问哪个端口 或者能访问哪个IP 就是完全由EPF它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实现 然后呢甚至七层的策略 七层的策略可能就会比较复杂一些 比如说我们七层的HTP的协议 比如说我们根据我可以控制它 可以访问哪些pass 但是哪些pass我是它禁止访问的 Celium它在处理七层的网络策略的过程中呢 其实它是通过把我们的使用BPF程序 把我们这个网络流量把它定向到 重定向到一个网络代理里面 然后Celium它呢就有实现了一些 它是使用envoid去做这个网络代理 去实现了一些envoid的一些filter 然后再使用这个filter呢 去这个BPF的map里面 去读一些我们写的一些策略 可能一些策略会写 它会去判断我们的这些流量 是否需要去执行七层的一些策略 假如需要执行七层的策略的话 这个流量呢它就会进到这个palsy里面 进到palsy里面它会去执行我们的策略 最后然后最终给出一个结果 就是说你这个请求我是要拒绝呢 还是要放行 这个Celium它其实在七层上面 它是使用了这样的一个 用户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网络代理 去做了一个网络策略的一个执行 那这里讲到是就到了我们这个跨集群的一个流量调度 那跨集群的流量调度 首先就是说我们跨集群 那我们去进行跨集群的网络调度的时候 我首先我要知道 我这个服务在其他集群的访问的地址是什么 在FSC里面它会有多集群的一个服务注册发现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实际这里我们会有一个组件 一个组件叫FSMController 还有一个FSMBridge Controller它就是类似于一个控制面 首先它进行我们看它的第一个操作 它会去watch 我们这边会有集群分为两种集群 一个是控制面的集群 还有我们的这个数据面的集群 成员集群 就是说首先我们这个控制面集群的这个FSMController 它会去watch我们的这个API Server 那因为其他的我们的成员集群 它是首先要做一个集群的一个注册 把这个集群注册到 注册到我们的控制面集群之后 那我们就会形成一个集群的联邦 那我们这些服务就可以 那我们在这个成员集群上面 我们去运行一些服务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服务注册到 这个控制面集群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是这个FSMController 它会去watch各个成员集群上面的 这个API Server去检查 你是否有多集群的服务去进行注册 那注册了之后呢 一旦发现这个多集群的服务之后呢 它就会把这个多集群的服务的一些访问信息 比如说它的那个网关的地址 然后它的一些端口啊 等等的这些信息 把它推送到所有的成员集群 也就是说 我们的所有的成员集群 都可以拿到其他集群的这个 服务的访问信息 到我们的所有的这些集群 拿到这些 其他集群的这些实力的信息之后 比如说像这个employ的 这样的一些信息之后呢 它会 然后各个成员集群上面的这个 FS的controller呢 它会把这些数据 写入到我们这个 FSM的bridge里面去 FSM bridge呢 它会去执行我们这些流量的 一个处理的流程 bridge的这个介绍呢 会在这个下一页去介绍 这里呢 还有一个组件 就是一个ingress的一个组件 这里为什么会需要ingress呢 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集群 假如说它要提供 对其他集群提供这个服务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呢 就是说为了去 避免我们在网络上 网络架构上的一些限制 就是说我们引入了 它是一个七层的这样的一个 网络入口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在 二层三层 把我们的这个网络去打通 也就是说 我不需要是 我不需要这个IP地址 是对其他集群直接暴露的 那我们都完全通过这个ingress 去进行一个访问 去进行一个暴露 这里呢就是一个 FSN Bridge它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 中间Bridge这里呢 它其实里面是有两个组件 一个是Bridge 还有我们一个Proxy 这个Proxy呢 其实它也是提供了 在用户空间 去提供了一个流量代理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首先我们的一个 多集群的服务 当我们进行服务访问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服务的 它的一个Service Service地址 它的FQDN 去访问的时候 它首先需要 做一个DNS 去做一个DNS解析 比如说它这个DNS解析的请求 去发送到这个CoreDNS 但是呢我们这里呢 我们是通过Bridge 加载了一个BPF的程序 它会对我们的DNS请求 去进行一个拦截 我会去检查 你这个请求 请求的服务 它是多集群的服务 还是只是本集群的一个服务 假如说多集群 它是多集群的服务的时候呢 我们会给它返回一个 给它返回一个这个IP地址 这个IP地址 就是我们这个Proxy的这个IP地址 那就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把多集群的这种访问的流量 把它劫持到这个Proxy里面 然后由Proxy去把你这个请求 路由到其他的集群上面 假如说是你要访问的服务 它是我们本地集群就可以去完成 它就会去 这个BPF它就会放行你这个流量 把你这个DNS解析的请求 放行到这个CoreDNS 然后CoreDNS呢 其实它返回的 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个Service的Class IP 那下面的这条线呢 绿色的这个呢 它就是一个本集群的一个流量访问的一个流程 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就是我们通过DNS 拦截DNS解析这个请求 然后去修改你的DNS的一个解析这个结果 如果这个请求是多集群的服务呢 它就是我们会把它结实到这里 这里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Proxy 它其实是绑定在我们的那个容器的 容器的那个Bridge 那个接口上面 也就是它使用我们那个Bridge的IP 它会绑定在那个Bridge的IP 因为在同一个节点上的所有的Node 它所有的流量都会经过这个Bridge 所以说我们会把它这个 把这个代理 它是绑定在那个接口上面的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流量 都可以去 都可以走到我们这个Proxy这里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流量 流量调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使用了这个EPPF之后 我们可以去做 不管是网络啊 可观测 还有我们的一些安全上面 我们可以通过 原本在用户空间去解决的一些事情 我们可以通过更高效的 更高效的方式 在我们的内核空间就可以去完成 因为内核空间 我们可以观测的数据会更多 可以监控的一些系统调用会更多 更直接 那么这就是EPPF它去实现这些呢 就是说我们去使用这些功能 我们不需要把这些功能编译到内核里面 也不需要使用一些 挂载一些模块 把这个模块挂载到内核里面 它完全就是我们去加载一个 可以动态地 实时地把这个程序 加载到内核里面去 这就是一个可编程的过程 那EPPF它实现了一个内核的可编程 再往上层去看 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那我们这个流量 流量在内核里面去处理 做了处理 但然后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还需要去处理一些七层流量的时候 一些七层的一些复杂的网络策略 比如说一些 基于一些请求header的一些 灰度啊 基于header的一些 防控制啊等等 那这些不可避免的 我们还需要借助 借助一个七层的代理 去做这些网络的数据的一些检查 那但是呢 这些功能 就是我们在使用网络代理的时候 我们不可避免的 我们可能需要引入一些新的功能 比如说我今天 我是基于HP请求的这个header 去做回度 但是有一些遇到 我可能之前就遇到 有些企业他会使用 他会甚至去使用 玻璃里面的一些内容去做回度 当然 这些 像这种请求的时候 我们其实我们的这些 现在市面上的这些代理 他根本就没办法去做一个实现 我们可能就需要去进行一个扩展 但是扩展的时候 我们假如说我们要去写这些代码 不管是CIA加 还是写这些购的代码 然后再去进行我们的一个代理的编译 就跟我们在内核里面去进行扩展一样 整个流程是非常长的 而且它也不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怎么去实现 我们这个代理的一个可编程 就是说当我需要为我们的代理 增加一个新的功能的时候 我只需要把一个程序扔给这个代理 它就可以去做一个热加载 我们可以做一个动态的那样的加载 实现一个代理的一个可编程 就是说分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EPF 在内核这边去实现一个内核的可编程 然后代理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用户空间里面 实现我们这个网络代理的一个可编程 我们这边会有另外一个产品 就是这个Pipe Pipe它是一个可编程的一个代理 就是说我的Pipe 你想让它怎么去执行这个网络流量 我完全扔给它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序就可以了 它可以去做一个实时的一个加载 我不需要去执行什么编译啊 重启啊等等的这些操作都是不需要的 就是说像EPF一样 我直接去加载一个程序 就可以动态地去增加我们的一个功能 我们就可以像内核一样 去实现我们这个代理的一个可编程 那同样呢 它又为了就是我们在使用上的一些简便 使用上的一些 我们可能不会提供太多的 太多的一些网络的 调用的这些接口 那同样它像EPF提供这些helper的方式一样 也提供了一些网络编程的一些API OK 我今天讲的内容可能就会 比较快一些 这边呢就是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公众号 FlowMask公众号 在上面都会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分享 上面是没有任何这个商业化的一些东西的 都是一些技术上的 然后右边是我们的FlowMask的一个网站 还有我们Github的一些仓库 不管是像EPF的这个多基群 还有我们的服网格 还有这个Pipe的可编程代理 这通通这些我们都是 全都是开源的 同时我们也没有商业化的版本 只有一个开源的一个版本 大家都可以在上面获取到我们的这些 项目的一些圆码 然后最后面是一个FlowMask的一个 Select Channel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加入这个Select Channel上面 OK 我这边的分享就这些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的吗 这个和传统架构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的问题有点多 第一个是EPF 它对内核版本和内核是有要求的 你们在用EPF做流量调度的时候 有考虑过这个事情吗 我们是有考虑过这个事情的 因为在看到下面这个 我们这边这个使用EPF做这个实现 我们对内核的版本要求 确实会有点高 5.8的一个版本 那做这个多器群调度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最终我们的调度 其实都是完全依赖一个Poxy 去做一个调度 那假如说我们对内核 我们内核没办法达到这么高的版本 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浮网格 其实我今天就没有介绍 我们另外一个这个跨机群的流量调度 我们是通过浮网格去做的一个实现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跨机群的这些服务的信息 写到 Dimset这种的Poxy里面 那你也可以写到这个 浮网格的这个代理里面去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个使用场景 比如说我们内核版本比较低 那我们可以使用浮网格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第二个是我看到那个 这个流量下发的时候 这个Controller面板往那个 业务机群转发的时候 我想问一下 这个转发 我们是不是所有跨机群都要用Invoice 对 现在是我们所有的跨机群 全都是都要用Invoice 那个管理机群往业务机群转发的时候 也用Invoice吗 哪个 管理 就你那个管理面板 多机群调度 不需要 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管理 管理控制面 控制面的这个机群 它其实只是做一些控制面 控制上的一些操作 我这边只是需要 我这边是需要去访问到你的这个APS server 对 我需要去监控你的这个 这个集群上面 一些多机群服务的一些创建 然后呢 同样同时我要把 其他集群的这些服务的一些信息 同步到我们的所有的成员集群上 比如说流量入口 不是从这个Controller面板过来的 是吧 流量入口 流量入口是其实就是每一个 这个集群上面的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ingress 这个其实我想问的一个点是 这个就是涉及到Fallnet场景的话 EPBF这边是如何追踪的 Fallnet 就是原地址和目的地址全都变了的情况下 EPBF是怎么追踪的 它里面它是用了那个connection的tracking 就是一个链接的链接的这个跟踪 它会 就我在创建链接的时候 就是我在创建链接的时候 它会可以给你做这个DNAT或者SNAT 但是我会记录原始的这个链接的 它这个信息 然后到我里面那个 包里面的有一个字段是吧 有个字段ID是吧 不是字段 它是有一个 EPBF的MAP 你边自己记录的是吗 对 它里面自己记录 它通过这个MAP去记录原始的这个链接 去记录这个链接的这些信息 就比如说我在发 我的数据包 因为我发出去了之后 它的这个目的地址是改变了嘛 然后可能这个时候原始的这些 这个原地址 原根口可能也会发生改变 那我会把原来的这些信息 记录到这个 记录到这个MAP里面 当我的这个 有响应回来之后 有响应回来之后呢 我再从这个connection的 这个MAP里面 拿到这个原始的信息 然后再做一次 这样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只是把这个多流量的 不是 多集群这种流量规则 瞎发到每个集群 其实就是通过DNS结实做的 对 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 可以这么理解 就相当于 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浮网格里面 做的一样 就是说我 把流量结实到这个sidecar里面 只是说 我们这个sidecar现在是一个 一个demain set 就是我的一个node level的 这样一个sidecar 因为我看到 虽然说是 这个比服务网格 就那种流量 那个网络的链路短了一些 但我看了一下 因为要实现这个功能 其实你还是要实现 服务网格 Eastow那些 相关的 云猫位那些能力的 就是有没有对比过 这两边的一个性能 确实是有 有这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是吗 这个就没有 我们这边就还没有去测 那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探索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会 我们在有安排去做 但是业界呢 是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 那盒血液站的这个bypass之后 其实它的性能会有提升的 因为 我可以 其实 我虽然 就是说跳过了那盒血液站 其实我们还少了这个iptables 我不需要iptables去做这些处理了 那么iptables它这整个处理 它是一个 它这个处理的过程 但它也会耗时 然后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Cube Proxy 就是我们去某些POD上线 Cube Proxy可能去做一些 iptables的一些刷新啊 这些通通都需要耗时 最后一个疑问就是 我看这边也有那个流量调度的规则 我想问一下 这个规则和Eastow的那边 创建规则的差别大吗 就是往我们 EPBF里面去 插这个我们自定义的 流量调度规则的时候 这个和云元生原来的 一个使用习惯差别大吗 还是说这个规则完全就是 不太一样 很不一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规则 调度的规则你是指 就是你那个 你这边不也有一个 这个 上层的一个流量调度 调流的一个方法吗 的一个能力吗 然后你在这层实现的时候 我怎么去创建一个规则 我创建这个规则 它的一个压谋的一个内容 和我原来用Eastow的情况下 我去创建的情况下 这两样的差别大吗 差别就是说 这个可以怎么说 就是说 在Kubernetes 它是有一个 Multiple Cluster的一个 Service这样的一个API 就是它这个API的一个 最初衷就是什么 我去使用多级群的服务的时候 就像使用本地服务一样 就是说你使用本地服务 可能就是使用这个ServiceName 加上Namespace 这样的一个FQDemo去访问了 那在使用多级群的时候 它其实也是这样 你不需要去修改 它的访问地址 所有的这些流量 所有的这些处理 那我是调到本级群的 这个Kubernetes IP 或者Pod的IP 还是去到其他级群的 这个Ingress地址 就完全就是由 由这个我们的代理去实现的 就是说我不需要去写 任何的这样的一些 Yaml 不需要写任何的这种CRD 就说我只需要创建一个多级群的服务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完全是在多级群服务里边去创建的 那这个创建的时候 它是页面创建吗 还是后端用Yaml去布呢 就是我的 其实核心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有 细力度的流量调度能力的嘛 那这样的流量调度能力 肯定是需要我们去配这个规则的 我们配这个规则的方法 跟我们原来用East 用服务网格的情况下的差别大不大 因为这个是要注入到 我理解是要注入到EPBF里面的 这个规则 像这种流量的规则 其实是在我们这个代理里面去做这个实现 EPBF只是做一个hook是吧 在hook先去执行我们这个方法 对 比如说它去做DNS的结石 做DNAT 这样的一些操作 做NET的一些操作 现在的流量调度都是基于DNS解析座的是吧 流量劫持是通过 DNS是做流量的劫持 劫持到Poxy里面 然后由Poxy去做 比如说做负载均衡啊 做这些的一些操作 对 就是Proxy这边 它应该有一个 它能去识别的一个规则文件 定义了它现在要转发的流量 以什么样的力度 或者以什么样的请求头 去做区分去转 就这个规则是在 哪个地方去创建 其实目前我们这个地方 只是去实现了一个多基群的互联互通 只是能转过去 还没有那么细利度 对 我要保证你的数据传过去 然后你数据传过去之后 或者传出之前 我是怎么去做这个吸路的调整 可能是我们去使用浮网格 或者是使用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大家没用浮网格 可能会使用SDK 就目前在我们这个代理里面 目前没有去加这个很细律度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像这种线流啊超时啊等等 就是我目前是实现了 实现了首先我们多基群的这个跨基群的调度 我们实现它的一个跨基群的一个互通 但是呢 就为什么很容易去实现呢 就是因为这个代理是一个可编程的一个代理 就像我要实现一个功能的时候 我直接去给它加载一个程序就可以 不需要编译 不需要重启 就像EBPF一样 所以说那个功能实现也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网络的代理 它可以跟浮网格的那个代理 可以去共用这些流量处理的一个逻辑 对 我不需要去编译 不需要重启 直接做一个热加载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可编程的它的一个优势吧 这个应用层的那个编程热加载 是靠我们的哪个程序做的 这个是吧 对 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开源的 开源的一个可编程的代理叫Pipe 好的好的 我的问题问完了 谢谢老师 后续会送给您一份礼物 然后下面的话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线下和这个 线下是吧 对线下跟您为我们 会不会还有几个 我的问题是 如果多机群的话 会不会有这种IP冲突的话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我问你刚才你说的不单单是七层的那个表发吗 比如说你刚才我们记错的话有个三层还是三层呢 其实我们这边的实现呢 就是说不会有IP冲突 其实你说的IP冲突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Pod IP它可能会冲突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边呢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介绍了这个ingress 其实当你去创建一个多机群的服务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controller 它会自动在ingress上面给你创建一个入口 就说我们的跨机群的这个互通其实是通过ingress去实现的 就不需要你的网络架构去做这个 在网络层 不需要在网络层去打通 不需要说我的Pod IP是对外的 就说我不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 你刚才提到的是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 你刚才提到的是控制层面 你不说还有一个不是七层的那个打通吗 控制层面是指 对这个层 控制层面其实就是说 我的控制面的集群 要去访问成员集群的这个APS server 它是打通这个 我去访问这个APS server的这个网络 需要打通这个网络 就不需要我的Pod IP去对外的去暴露 APS server层面的 对 好 还有问题 另外一个小问题就是一个 EPPF在不同另一个版本的话 它就变化很大 那你们怎么处理这种问题 其实这个不需要我们去处理 因为EPPF它本身它为什么去提供helper的function 那提供helper function呢 一个是我可以去 就是说限制你去使用哪些内核的方法 那同时它也去抽象了这个内核的这个访问 就是说我们去访问的时候 完全通过这个helper function去访问 当我内核有变化的时候 当我的内核版本发生变化 其实你的helper function不变 OK好谢谢 谢谢 嗯